大佬今天我们来说RCEP 这个议题吵得风风火火的 其实已经谈判谈了八年了 并不是说今天一夕之功 八年才能促成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 大家可以想见 中间经过了多少外交的斡旋 多少人的聪明才智 智慧的洁净才有今天 是15国 那15国呢 欧盟十国 加上中日韩 在这边上两个五眼 一个澳大利亚 一个新西兰 那非常好记 关于RCEP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各位已经在多方已经了解到了 基本情况呢 就是它是现在人类目前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设计区域间自由贸易协作的 这么一个框架组织 一个有意思的 很多人会说 这个人口占多少 这个GDP占多少 分别是占全世界的人口的三分之一 和占GDP的四分之一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 是它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什么 整个RCEP的国家 涵盖了全世界50%的制造业产能 50% 二分之一的制造业 都在这些国家 而如果我们进行细分的话 非常容易就可以发现 东盟国家里面 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明显它们不属于这个低收入国家 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在东盟里面 低收入国家是越南缅甸 老挝和柬埔寨这四国 越南的农业主要是种植大米 它和泰国是东南亚这个大米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之二 柬埔寨的底子比较薄 而且之前因为这个局势的原因 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稳定发展的机会 那么现在也在慢慢赶上来 这些国家呢 它们是以农业为主的 中等收入国家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它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制造业开始出来了 新加坡是航运中心 它也有很多的制造业 电子器件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说RCEP的重点 即便我们加入了两个 我们认为的 它们其实不是地理位置的西方 但是它们跟西方 同一阵营的两个五眼国家 对吧 这两个五眼国家 它们是干嘛的 澳大利亚非常明显 卖资源铁矿石 新西兰呢 彻彻底底就是农林 畜牧业为主 澳大利亚也有一些畜牧业 它俩是地多人少 畜牧业发达 农业不太行 而且本来也不吃米嘛 所以加他们两个呢 是弥补了东南亚国家 这个畜牧业方面 肉蛋奶之类的缺失 因为地不太够 而这两个国家呢 工业是不发达的 所以在高新制造业上面 不可能成为我国的 你说一个什么竞争对手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可能在高新产业上面 跟我国形成竞争对手的 在这个RCEP里面有吗 日本和韩国不是这样的吗 还真就不是 在其传统核心制造业 领先优势上的这个保持 应该还会再持续一些时间 特别是韩国 你说三星什么 一个公司就能占一个国家 GDP多少多少多少 你说这个东西就 对吧 就国情不一样 我就不展开说了 有韩国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我想说 RCEP这个点的出发点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RCEP这个 它是一个制造业加农业的国家 第一产业加第二产业 合起来的这么一个自贸组织 不涉及第三产业方面的 太多合作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金融业 一说到金融业 美国可就不困了 有些你们不搞金融 那算了我也不加 所以说美国对这个不感兴趣 不是说美国不能加入 而是美国没有加入 东盟搞这个东盟领的头 他们是向全世界开放的 我们受到了邀请 因为我们是观察国家 我们跟东盟经常一起开会 所以邀请了我们 不是说不能 而是美国你说来合作什么 那肯定不合作嘛 我准备这个事情分两个讲 一个是从印度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 印度没有加入 一个是从美国的角度讲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会讲美国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为什么不加上第三产业 包括RCEP中间 已经是有很多指定合作的 这个项目的类别 是不是包括金融 也不包括美国 在它主导的各种国际组织中间 放在优先度非常高的 什么劳工权益保障 什么环保 人权之类的东西 这首先就非常直接的涉及到现在的发达国家 所有的一个通病 我这里不是说通病这个词来表示贬义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怪权 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党 把这个人权提到一个高度之后 他是在卡特 美国的卡特总统 他只当了四年 没有连任成功 但是从他那开始 美国的民主党就开始把人权提高到一个 什么事情人权优先 非常多的美国人自己认为 我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也认为 说中国人经常觉得没有经济发展 没有好的生活条件 饭都吃不起 谈人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他们认为呢 即便饭都吃不起 人权也要摆在第一 这也能够良好的解释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 不光是摆左 摆右也是一样的 命可以不要的 但是MAGA是一定要的 摆左呢 自由人权是第一 命也是可以不要的 所以两边都把命摆在了第二 把他们所相信的摆在了第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 极端白右和极端白左都是 不要命的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 这是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好 那我们继续讲 我们如果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制造业 某种程度上很像自久而二 不带金融业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地缘上面呢 因为东亚国家 基本上都是二战之后被殖民的嘛 那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搞金融业 而是已经被你美国的这种什么索罗斯啊 什么国际游资啊 摆过几道 而且呢都看到你美联储印钱 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美国就是乱印钱 RMFA永远不会说什么 哎呀我们要制裁美国 经济制裁美国 怎么可能制裁美国 制裁美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远大于让美国印钱 全世界一起承担它通过膨胀 来大的影响 对吧 所以带上美国或者加入金融业的直接结果 就是美国哪天不高兴了 所谓什么来自自由的资本 要给你搞一波 那就像之前那个亚洲金融危机一样 就是什么泰国 泰猪直接被索罗斯打穿了 然后呢 这么多老百姓的心血 全部洗劫一空 整个东南亚都受了一个金融危机的影响 已经看得透透了 顺便提嘴 不光是泰猪 他就把英镑也击穿了 所以你看坑爹 当时这个也不算坑爹 应该是坑儿子 所以互相坑 这是个非常直接的观察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看 这张图是CNN出的 感谢CNN 首先这个印度啊 印度是最后退出了 所以印度不在里面 他非常良好的跟我们展现了 什么国家在RCEP里面 又在美国主导 特朗普已经上任第一天 就宣布美国退出的 这个TPP 也是贸易协定了 本来在没有搞RCEP之前 整个RCEP是东盟挑的头 不是中国挑的头 但是TPP本来是针对中国的 后来没有中国搞不下去 日本想邀请中国参加 中国没有参加TPP 也搞不下去了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现如今的社会上 美国的产业空心化 制造业全部挪到外国去 如果现在你要搞任何一个 全世界说的自贸组织 你要涉及到制造业 而你没有中国的加入的话 那你这个基本上这是空壳子 你搞不起来的 搞不起来 因为美国自己的制造 制造业产业链 已经不完整了 新冠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理性 你口罩呼吸根本做不出来 你别说是不赚钱的挪到海外去了 赚钱的也挪到海外去了 为什么制造业都走了 你劳工用工成本太高了呀 不但用工成本高 美国还有这个传统 我这里中立的 不代这个批评来说 他们有工会 动不动就要罢工打官司 举个例子 服药玻璃曹德旺是吧 他去美国开工厂 本来总王说 一万六千个岗位 结果后来因为这个减税不减税的问题 迟迟他说的这个项目并没有落实 也就是没有雇这么多人 那么跟美国州政府 现在是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他也非常明确的 跟底下的工人也好 跟州政府说了 说我来投资建厂可以 但是呢 你们不能搞工会 在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要提罪我们国内的996了 我个人是对这个东西比较反感 我认为劳动法 我国是法治社会 就要有法可疑 违法必究 不应该有那种说什么 本来工作八个小时 给八个小时的工资 然后你这怎么着 给你打了鸡血之后 你工作了五个小时 最后拿到了三个小时的加班工资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绝对不对的 接着往下说美国的事情 因为美国这个产业空间化 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它的产业分配非常不均匀 所以就直接导致呢 总统上任 他的政策可能令不出白宫 或者令出白宫 直到部分美国的州线 州长是跟他相同的 这样打算的 他可以 甚至呢 有些到跟他同党的 比方说特朗普出什么政策 那当然利于绣带工人了 但是利不利于 比方说马萨诸塞州 我在这个州 这个州干嘛呢 干教育比较多 干高薪科技制造业 有吗 特朗普的政策能帮助到吗 肯定帮助不到 你削减科研经费 你怎么叫帮助科研呢 对吧 所以说马萨诸塞州 即便我这个州的州长 是共和党人 他能选上州长 就跟他所作所谓 基本跟董王背道而持有非常大的关系 否则他在我这个深蓝的州 他就选不上州长了 那么这样的分裂 我一次再一次跟大家说 美国大选 以及接下来一大堆 将会发生的事情 和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都预示着美国这个社会的割裂 不单单是种族割裂 这么简单 产业割裂产生了政策上的仇恨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 他所设计的这个美国的两党制 本来认为是互相能够纠错 对 某种仇的让制像阴阳一样 是能纠错三权分立 说终有一天 三权分立会让美国的法治 整个美国社会的运行 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那么他是有一个自我纠错机制的 但是怕就怕 这个纠错的阵痛 美国人自己首先受不了 就把这个推翻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为言从听 非常直接的是TPP 这个本来是用来限制我们的 结果美国自己受不了先出去了 为什么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 就实现了他一个竞选时候 说的诺言 2016年的时候 说要废除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也就是TPP 这个TPP呢 奥巴马已经搞了非常久了 然后很多人都表示了意向 但是从来没有经过 美国国会的批准 因为参议院共和党是多数 这个提案是整一个东西 非常不从投共和党的 选民的实际出发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参加了TPP这个组织之后 对美国贸易的顺逆差 造成美国国内就业率的 各州的影响 会是什么样子 哪些州会因为美国参加了TPP 导致它的就业率大幅下跌 那么深蓝的是受影响非常大的州 就是美国参加了TPP的话 失业率暴增 我拿蓝色的线圈出来的这个地域 都是2016年选举的时候 没有投给董王的州 非常直接的是什么 这里面是没有深蓝色的州的 董王的铁杆粉 乡村红脖子也好 袖带工人也好 都在没有海岸线的美国中部 我们看啊 最蓝的怀俄名 对吧 WI 蓝的不行了 董王的铁票舱 AK 孤权海外 阿拉斯加 那里也是董王的铁票舱 乡村嘛 对吧 蓝的不行了 受TPP冲击非常大 然后再看中间的袖带 从密西根往下振一溜 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奥克拉河马 全都是加入TPP之后 失业率会暴增的 所以董王第一天 就把这个鞋也给废了 这一点呢 是非常符合 要投给他的选民这些明星的 因为非常直接的是 我中部什么农场主啊 种点地 或者搞点畜牧业 卖点小麦 什么大豆 什么东西 现在你进TPP 然后你要发展中国家 他的成本肯定比我低啊 你要搞什么 绿色 无公害 非转 基因 你卖过去没人买 那又怎么样呢 你不都逼人家买吧 所以你加入这个贸易组织之后 没有关税的保护 你竞争不过别的国家呀 所以投给董王的人 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饭碗 在这点 所以我是假如 美国中部州的什么农场主 奥巴马跟我说 哎呀 我们这全球贸易 全球贸易 美国主导WTO这么久 美国中部的农场主 真的从全球化中间受益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不但没受益 还亏钱啊 所以他们才不希望 各种乱七八糟什么 区域间贸易组织什么 给别的国家减少关税 他们才不希望的 他们就希望这个关税越高越好 所以他们的生活才过得好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特朗普第一天上任 就把TPP退掉了 而为什么这边要讲 RCEP的时候讲到TPP呢 因为拜登也并没有现在表示 他不是现在是 President Elect吗 当选总统 发表各种高见 说自己啊 一上任就要回归多边主义 美国要把这些退的群 全部加回来 盟友要回到自己身边 这些东西 但是他只字未提TPP 一个字都没提 这一点就非常微妙了 因为TPP可是他当了八年副手啊 奥巴马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一个字都没提 因为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张图 大家会发现上面有这个点 对吧 有蓝点的地方 就说明在今年的选举中 这个州本来是投给董王的 但是在今年选举中 他投给拜登了 比方说亚利桑那州 比方说密西根 密西根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啊 很多美国人认为是因为那边又发生了一个黑命贵事件 然后董王不是强调秩序吗 就伤了很多少数族裔的心 伤了黑人的心 所以翻掉了 然后底下乔治亚州 其实票也没差非常多 那么这几个我们看到 即便是翻了 也没有差非常多的州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现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董王退出TPP这些摇摆州的群众 是非常支持的 如果他的这个政策 没有让这些农民 切实的享受到实惠的话 他得到的票应该是要比2016年低 那大家说 那不是没选上吗 因为今年投票率高了 可能有之前没投过票的人 今年投给了拜登 拜登的增票量是要比董王多的 这是美国人的数据 也就是说董王增票是增了 大家是认同他这个施政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 不是在经济方面 在别的方面不认同他 造就了这个形式 所以拜登为什么 只字为TTPP呢 我个人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最近一直天天在讲着 美国我们要重新团结 就算你是董王的支持者 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好好对话 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给美国一个好的明天 那么他非常 我认为应该是他的幕僚 已经跟他讲过了 TTPP的问题 美国要重返亚太也好 重新让盟友回到自己身边也好 你不能不去正视这种国际间多边贸易组织 那么拜登给出的答案呢 我认为是默认了 TTPP的确对董王支持者不好 而且他们的的确确不可能从这样的 多边主义国际贸易组织中获利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 这边插一嘴 拜登和董王只是钳制我国的方式不一样 董王的方式呢 就直接说我美国优先 我不管 美国就是你不要什么多边主义 我就是当大哥 小弟碗里我要咬一口来吃 董王是这个意思 他退出TPP 他不是说 哎呀我就不跟你们搞贸易了 而是他觉得多边主义中间 美国要牺牲的太多了 所以他不愿意签多边主义的协令 取而代之呢 他是非常希望美国跟某一个 他自己去选国家 就像自助餐一样的 你这边我要点什么 你这边我要点什么 然后跟他们的某一个产业 签非常详细的对口的贸易规定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精明的表现 他基本上只会赢不会亏嘛 比方说美国的农产品 那就是美国人要 但是美国人自己不中的那些 那零关税可以 美国人自己要往外卖的东西 那不行 我是要关税保护的 搞这个双标 董王是这样 那么拜登呢 他的考量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 董王是美国总统近期任上 唯一没有发动战争的总统 在这个狭隘的视野里 他或许真的值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而拜登上台了 你别看他笑嘻嘻 搞把要在哪里去下当 因为他重返亚太 或者重返什么乱七八糟国际组织 你回来是不是又要当世界警察了 这个很难讲的 民主党不一向的人权放低 世界上人权侵犯的事情多了 你嘴上说人权侵犯 你要保护 实际上你不出兵 那人家不笑话你不行了吗 回头我们再来看RCEP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时间 是非常巧妙的 因为现在董王还没彻底限任 拜登呢 也的确没有办法说 马上就发号施令 在这个时间点 东盟也好 日韩两国也好 再加上五眼国家中的两个也好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铁尔盟友啊 跑出去跟东盟 顺便还跟中国站在了一起 搞了一个贸易协定 而美国不在里面 这个事情如果拜登现在在台上 那估计没有这么顺利的 你这不是伤害我作为大哥 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威严吗 拜登对这个东西是会反感的 董王现在平常呢无所谓 现在更无所谓了 你们自己搞一波了 那太好了 我美国优先 我可以继续搞我的这个双边主义了 谁要多编 反正我农产品出口什么东西 投我的人 他这个产业都非常密集的 这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吧 我们不管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高科技是不高科技 我去签双边非常符合他们的需求 什么多边不多边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去搞好了 特别我现在上着火 法院打个官司 我还没下车 七十几天 我搞出点事情了 是吧 他没有空来管这个 而在这个前提上 我们发现日韩也好 新澳也好 特别是澳洲啊 澳洲 小事还是挺跳啊 他们还是经济上选择 没有避开跟中国的合作 甚至说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和中国的合作 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在RCEP中间是占主打地位的 这说明 即便日韩 他们有美国驻军嘛 那军队驻扎 你这没办法的硬的东西 但是说到赚钱 吃饭的问题 都是非常现实的 给他一个台阶 是吧 这个时间差的对 马上都非常顺利的达成这些合作 好 那这是从美国国庭的角度 我们来讲一下 RCEP和美国之前主导的TPP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 和躲王在这任内 到底TPP是为什么断 和拜登现在要上 为什么对TPP只字不提 做出了一些浅薄的解释 那非常多人认为 说加入RCEP之后 对我国这个制造业啊 会有非常大长足的帮助 因为东南亚的市场啊 潜力无限 对这个呢 其实我不是非常赞同 因为目前来说 我国出口到东南亚的这些制品啊 并不是由我国高端制造业主导 也就是华为手机什么东西 更多的还是轻工业制品 这是国家统计局数的数据 这个跟印度有关系啊 我们分两段讲 因为我这个剪辑剪不过来 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眼 RCEP现在整个涉及了国家的地图 我们会非常直接的发现 这张地图是囊括了我国 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啊 制造业发达地区 正南部的所有国家 整个附近海上国家 全部都囊括了 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不光光是经济 远不止经济 感谢观看